说的时候我现在没穿裤子 我现在我现在可以搞 是吧 哇 你可以搞啊 搞事就留下你搞事吧 嗯 其他的男子都 没啥子啊 你都站在那个位置是吧 嗯 有啥子 你那么快点起来 门关上 好久好久 这段视频是小汪用手机拍摄的 视频中的男子自称是中介公司的 当时姐姐已经去上班了 年轻的小汪一人独自在家睡觉 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进入房间的 当时小汪在睡觉 也没有穿什么衣服 面对突如其来的两个男人 让他感到非常害怕 我还在睡觉 他直接把门打开 重进来 然后我当时哭着 还在做梦 然后他直接都进来了 然后他说两个大蓝脸 两个蓝脸窗进来 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梦的 然后他说搬东西 我下面一份都没穿 他两个人重进来之后 告诉我还尴尬 我都不敢动 然后我审判 他把那个窗带 除开给翻开 之后也是在小汪表示 要报警后 男子才退出房间 随后小汪穿好衣服 男子便再次进入了房间 直接将小汪的衣物 直接报了出来 用床单打包 一起扔到客厅里 之后男子还用菜刀强行 把卧室门拨锁给换了 之后小汪便联系了姐姐 如今两人的东西 还被扔在客厅 现在回想起来 小汪仍然觉得 既尴尬又害怕 自己前一秒还在睡觉 下一秒家里就闯进来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子 真的非常害怕 随后小李告诉记者 为了节约钱 今年的10月1日租住了这间合租房 压一负三 提前30天支付下一季度的房租 合同上写着是租住一年 提前退房 需要支付两个月房租 作为违约费用 12月3日 因为个人人因 小李在平台上发起了月底退租 但平台一直未进行处理 12月7日中介却打来电话追缴下一季度房租 并表示如果当天不缴纳 就让他们搬出去 小李并没有同意 双方还在争议中 完全没有想到中介会直接闯入家里 虽然小李存在违约 但是小李是缴纳了第一季度的房租的 按理说是可以住到月底的 至于赔偿金 那也是后期的流程 但现在还没有到租期结束时 就直接闯入他们家 把他们赶了出来 这让他们非常难以接受和气愤 随后记者连续到了中介公司 我在网上也遭遭敲你们的办公地点 但是我现在在大平镇盖 那边摇摇八号 没有看到是你们的办公地点 我们在25-42前面 但是你们现在没有在 那你们现在是在哪点呢 在外头 工商主裁行李是都是没有干的是不是吗 你还想起到他的事情不 我都是想资讯 你们问他这样 我们不接受你的资讯 中介一直表示他们是因合同办事 但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出来 中介确实比较好横 记者和小汪他们把这件事 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律师也表示小李退租属于协商行为 而中介的行为属于侵犯他人隐私 如果造成损失 还应进行赔偿 对于这件事 你怎么看呢 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